欢迎来到美厅 家道 俗话说道德传家时代以上 什么样的道德传家才能让一个家庭乃至家族越来越兴旺 清代学者金英在其著作《歌颜连壁》中写出了最好的答案 能守好以下五个家道的家庭想不兴旺都难 一 勤俭 至家之本 《红楼梦》中 贾家富甲一方贵为皇亲国妻有着滔天的钱财权势 但传到后代 家中后辈贪图享乐 吃穿用度极其奢靡浪费 最终败落 正所谓 人勤可发家 人奢富不长 奢侈如一剂美味的毒药 使人在甜蜜中堕落 但凡养出一个奢侈无度的子孙就足以导致整个家庭的衰败 唯有保持勤俭 才能知足常乐 珍惜所得 晚清重臣曾国藩就坚持以勤力深 以俭持假 他每顿饭只配一道菜吃 生活十分简朴 从不扑张浪费 曾国藩也教育家人勤俭 为了敦促家人节俭 他规定家中女眷都要仿布 即使自己夫人也要如此 为了培养子女勤劳的习惯 他要求孩子们早起 每天扫屋 擦桌 收份 除草 正是坚守这样的勤俭加封 在那个风云诡诀的时代 曾国藩家族才能扎根立足 延绵不衰 曾国藩深知 寿人以鱼 不如寿人以鱼 单纯交付家业 不如交给他们勤俭的品质 毕竟 懂得珍惜 方得幸福 唯有勤俭一世 才能安稳一生 二 和顺 齐家之板 教育家牧村九一说 家庭应该是爱 欢乐和笑的殿堂 钱中书杨将一家 一直被世人所称道 大多是因为他们包容和睦的家庭氛围 一次 夫妻二人带女儿钱院出去吃饭 钱院却总看向临桌 原来 是临桌夫妻正在激烈地吵架 吵完后二人冷面相对 一言不发 可怜他们的孩子 只呆呆坐着 满脸愁苦地望着父母 钱院建子 对钱中书杨将说 我觉得夫妻爱的孩子都很幸福 所以我特别感谢爸妈能让我成为幸福的孩子 珠子家训 有云 家门和顺 虽雍孙不济 亦有余欢 日子本就是细索的鸡毛蒜皮 牙齿碰舌头 锅碗碰着手 再亲密的关系 也免不了发生矛盾 不妨多一些宽容 少一些计较 大事商量 小事原谅 一家人相敬相爱 和和睦睦 才能共度难关 把路走长远 正如杨将在《我们撒中》所写 我们相伴相助 碰到困难一起承担 困难也就不负困难 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 都能变得甜润 稍有一点快乐 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散 谨慎 保家之板 生活如大浪行舟 人在船头 一不谨慎就是船毁人亡 多少家庭的风波都来自不谨慎的选择 电视剧《流金岁月》中 蒋南孙的爸爸便是这样 他是蒋家独子 家财雄厚 子女优秀 却从不踏实做事 凡是抱着赌一把的心态 人到中年 还铤而走险 选择炒股 结果千金散尽 生活崩盘 正应了那句老话 守身勿修父母 创立别害子孙 做人若不守规矩 羞愧的是父母 创业不谨慎 祸害的是子孙 最终他承受不住压力 从高楼一跃而下 一个原本美满的家庭 不过是走错了一步 便坠入万丈深渊 围炉夜话 有言 本分人 即是快活人 无奈做本分人者少 本本分分是一个人最大的智慧 不起贪心 不动妄念 不奢求自己够不到的生活 如此才能心安理得 想自己该想的福 一个家亦如此 小心使得万年传 想要守得安稳 莫过于小心行事 凡是深思熟虑 不拿家人幸福当赌注 不做冒险的选择 才是避活良方 四 诗书 起家之本 对于普通人来说 读书是最低门槛的高贵 对于一个家庭来讲 没有比读书更好的习惯 读书虽不是唯一的出路 却是最公平的路 范仲淹家境贫寒 两岁丧父 他跟着母亲改嫁 自小被人嘲讽 便发誓要自立门户 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到后来的一代名臣 他正是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和整个家族的命运 范仲淹专门撰写了训字地语 语众心长地谈起读书的重要性 耕读莫揽 起家之本 自止默契 世间之宝 一次 兄长范仲温找来 想要范仲淹给自己家孩子走后门 范仲淹想都没想 就一口拒绝 只提出两项告诫 其一 督促孩子们发愤学习 每天必令其钻研功课 苦读苦练 绝不能让他们得过且过 混天度日 其二 让孩子们明白 只有学有所成 才能入世做官 有所成就 此举看似不尽人情 却给范家子弟指了一条名路 在范仲淹的教育下 范家子孙 无疑不在学业上奋发上进 后代多世名臣良相辈出 成为一方美坛 被世人敬仰 富贵传家 不过三代 诗书记事 方能长远 读书 不仅是一个人发达的本钱 更是一个家族兴盛崛起的动力 五 忠孝 传家之本 古圣先贤说 父母是我们的第一大福田 正所谓种瓜得瓜 对父母越好的人 福报越大 恩惠越多 一次文化论坛中 有名女士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老师 我妈身体不好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 时间比较少 既要照顾孩子 又要照顾我爸 我想把我妈送个条件比较好的养老院 行吗 老师不打反问 你想让你的家过得好吗 你想让你的孩子好吗 女士点点头 老师这才语重心尝道 如果你能把你爸妈照顾好 你的孩子肯定聪明伶俐又省心 个个都是闲孝子孙 当着你儿女的面 和言细语对待老人 好吃好喝供养他们 每天做好饭菜 你告诉孩子 先给爷爷奶奶吃 你想想看 今天的老人就是明天的你 等到你老了 你的孩子也会说 让爸妈先吃 是不是 说完 老师又叹了口气 很多人去外面找老师教孩子 殊不知真正的好老师 是自己的言传身教 这位女士顿时醒悟 有句话说得好 带你父母十二两 而孙还你一整金 父母是一个家庭的根 浇灌好了根 才能长出丰盛的果实 父母孝敬老人 孩子才会看在眼里 把他当成榜样 这便是负行子孝 有什么样的教育 就有什么样的德行 如此代代相传 老人心疼孩子 孩子孝敬老人 父母关心子女 子女陪伴父母 一家子和和美美 就是最大的福分 人生第一课里有这么一句话 家风不是教科书 不是课堂 不是父母的耳提面命 不是挥舞的棍棒 但它却像空气一样 具有持久的渗透力 影响力往往胜过 其他有型的教育手段 好的家教门风 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资产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